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三角梅是特别喜肥耐肥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让三角梅能够养得旺 就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用上一点这个发酵服属好的芝麻饼肥来增加盆土的营养 但是呢 有话也反映自己家里也没有这个芝麻饼肥 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这个芝麻饼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有机的这个高氮肥来给这个三角梅使用 这个有机高氮肥呢 就是花生肤 这个花生肤呢 就是呢 我们一般在砸花生油的地方呢 都是有的 那么这种花生肤呢 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氮元素 而且粘甲元素呢 也不缺湿 用它来养这个三角梅啊 可以让三角梅啊 越养越旺 那么应该怎么使用呢 使用方法呢 有两种 首先第一种使用方法呢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盆壁 也就是远离根系的地方 先给它呀 产松一点 然后呢 再把这个花生肤啊 我们呢 先要把它捏碎一点 捏的相对比较碎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沿着这个盆土周围 我们刚刚挖去了这一串小沟里面呢 给它撒进去 因为呢 远离根系 再加上呢 这个三角梅比较耐肥洗肥 那我们不用担心呢 它会伤到这个三角梅的根系 然后把这个土啊 埋回来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呢 可以把它制作成这个饼肥水 我们呢 用这个花生肤先把它捏碎 然后呢 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加上清水 然后呢 可以再加上一点红糖 和这个叶米原度 这个叶米原度可以加快辅塑速度 而且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 这样呢 我们发酵出来呀 大概呢 在光照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两个星期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水稀释 然后呢 每七到十天给它灌一次根 使用这个花生肤啊 养出来的三角梅呀 芝叶呢 疯狂生长越长越旺 其中呢 在芝叶比较繁茂的情况下 后期啊 开花也会越来越多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